第十九章,他一天不撤退,我们就打他一天,一年不撤退,就打他一年,十年不撤退,就打他十年。这样一来,他就伤亡多,受不了,到那时,他就只好心甘情愿地进行和平解决。只要他愿意和平解决,我们就可以结束战争。 话说,1950年10月18日晚9点,毛泽东电令第十三兵团,司令员间政治委员邓华等人,他写道,邓、洪、韩、解并告和副司令,四个军及三个炮兵师,决定按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 自明,19日晚从安东和吉安县开始渡压陆江。为严格保守秘密,渡江部队每日黄昏,开始至一晨四时即停止,五时以前隐蔽完毕,并需切实检查。 为取得经验,第一晚,19日晚,准备渡两个至三个诗,第二晚再增加或减少,再行斟酌情形,予由高岗、德怀命告。 毛泽东,10月18日,21时10月19日清晨,彭德怀,高岗,由北京乘飞机,火速赶回安东。 当天黄昏时分,彭德怀急于与今日成首相会见,以了解战况,带了参谋杨凤安,两名警卫员和一部电台,乘一辆吉普车,跨过了鸭鲁江大桥。 10月19日,在昌都战役中,第十八军从北面包抄的部队攻占类无奇。 10月19日这一天,中央军委任命周师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司令员中士兵为政委。 10月19日下午,毛泽东已经接连几天几夜无法入睡,连吃三次安眠药还是无法入眠。 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至中央中南局、华东局、西南局负责人的电报。 电报中说,美国扩大朝鲜战争的嚣张气焰,迫使我们为了捍卫来之不易的民族独立, 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与和平,必须挺身而出,保卫中国,支援朝鲜。 10月19日17时30分,中国人民志愿军先头部队第四十军一部,经鸭绿江铁桥进入朝鲜战场。 傍晚时分,聂荣正带总参谋长来向毛泽东汇报说, 我志愿军已经开始秘密跨过鸭绿江了。 毛泽东听完了汇报,只对卫视长说了一句,睡觉,就走进了卧室。 此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四个军,十二个步兵师,三个炮兵师, 大约二十六万人,分三路从安东,长殿河口,集安过鸭绿江,秘密入朝。 早在志愿军过江之前,各部队都进行了紧张的战备训练和充分的思想动员, 并在出征前进行了庄严宣誓。 志愿军炮兵第一师第二十六团第五连指导员马福瑶, 为此写出了一段激情的诗句《熊啾啾》,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保和平,保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华好儿郎,齐心团结谨,打败美国野心郎。 这首充满激情的战斗诗篇,作为出诗诗词, 他在大会上进行了宣读。 后来,这首诗被新华社随军记者陈伯坚采访到, 由他修改了几个字,征得作者同意,在全国做了报道。 著名作曲家周威智见到这首诗,很快便图了曲, 使之称为著名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 再说,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 毛泽东、中央军委在五月份提出的裁军百办的计划不得不终止, 相反又进行了扩军。 后来到1951年10月,因为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 人民解放军总人数增加到了611万人。 毛泽东在志愿军入朝前,曾考虑到初次出国作战, 情况不明,又要以劣势装备, 对付现代化优势装备之敌的进攻。 因此,设想入朝第一阶段, 在圆山、平壤县以北、大山区建立根据地, 并在该县以南、德川、宁远公路县以南地区, 构筑两道至三道防线。 第一个时期,直打防御战,待条件具备后,再行反攻。 可是在志愿军入朝后,他马上发现了战场上的一个重要情况, 就是敌人没有料到中国会出兵参战。 因而,他们在占领平壤后, 毫无顾忌地奋兵多路向中朝边境疯狂冒进, 妄图在11月23日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 毛泽东根据这一新情况, 及时改变了原定的防御作战计划, 决心利用敌人判断失误和兵力分散的弱点, 突然发起进攻,积敌于轻举冒进之中。 10月21日凌晨23时分, 毛泽东致电尼智亮、柴承文、转彭德怀等人。 他写道,尼柴,即转彭德怀同志, 并告邓宏寒谢及高鹤一, 为首都师,由咸兴向长津前进。 尾三师四将禁至咸兴, 尾六师改由破翼向北, 目的地第一步在德川, 第二步可能向西川。 尾七八两师第一步向顺川军里安州, 第二步可能向泰川归城。 以上五个师的最后目的地是江界新一州一线。 截至此刻为止, 每尾军未料到我志愿军会参战, 故敢于分散为东西两路, 放胆前进。 二,估计尾首尾三两师要七天左右, 才能进到长津, 然后折向江界。 我军第一仗如不准备打盖两师, 则以42军的一个师位于长津地区阻敌机构。 42军的主力则移放在孟山以南地区及尾六师的来路, 以便切断圆山平壤间的铁路线, 前置圆平两地之敌, 使之不能北原, 便与我集中三个主力军, 各个歼灭尾六、七、八等三个师。 三,如尾六师较强, 由破翼在铁路线上, 至德川的路上, 能有朝鲜人民军一步, 坐有力的阻击, 则该敌可能要到10月24日或25日, 才能占领德川。 如果我四十军, 全部能于23日赶至德川宁远地区, 则可以绕至尾六师的后方, 由东面绕至南面铁路线附近, 让出正面给他军使用38军或39军, 如果太迟, 则敌将先占德川。 四,此次是歼灭伪军三几个师, 争取出国第一个胜仗, 开始转变朝鲜战局的极好机会, 如何部署, 望彭邓精心计划实施之。 五,这一仗可能要打7天至10天时间, 包括追击, 才能结束, 我军是否带有干粮。 望鼓励全军, 不惜牺牲, 不怕艰苦, 争取全胜。 六,彭邓要住在一起, 不要分散。 毛泽东10月21日二十半一个小时后, 毛泽东又致电邓华并告彭德怀等人, 他在电文中写道, 邓华同志并告彭吉高一, 你们是否已前进? 唯一十三兵团部, 应急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 和彭住在一起, 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 以便部署作战。 现在是争取战机的问题, 是在几天之内, 完成战役部署, 以便几天之后开始作战的问题, 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 然后再谈进攻的问题。 二,如部队渡河, 需有机构在安东指挥, 则可留适当同志帅一部机构留在安东, 你和其余同志帅必要机构, 急助彭处为夷, 望着定。 毛泽东十月二十一日三十半十月二十一日, 印度政府给中国政府递交了一份备忘录, 其中说, 假如因为中国政府在西藏的军事行动, 而是反对中国参加联合国的国家, 有机会来歪曲中国的和平目的, 那么中国的地位将会因此而削弱。 十月二十三日, 毛泽东赴电给彭德怀高岗, 他在电文中写道彭, 并告高22日虚实电锡, 你的方针是稳当的, 我们应当从稳当的基点出发, 不做办不到的事。 朝鲜战局, 就军事方面来说, 决定于下列基点。 第一是, 目前正在部署的战役, 是否能利用敌人, 完全没有料到的突然性全间两个, 三个, 甚至四个伪军师, 伪三师将随伪六师后跟进, 伪一师亦可能增援。 此战如果是一个大声仗, 则敌人将作重新部署, 西翼州, 宣川, 定州等处, 至少在一个时期内, 不会来战, 伪首伪三两师将从咸兴一带, 退回原山地区, 而长津可保, 西安州, 顺川两点是否保守, 也可能成问题。 承川至杨德一段铁路无兵保守, 向我敞开一个大缺口, 在现有兵力的条件下, 敌人将立即处于被动地位。 如果这次突然性的作战胜利不大, 伪六, 七, 巴师主力, 未被迅速歼灭, 或被逃脱, 或禁固守待援, 伪一, 为首即美军一步增援到达, 使我不得不于阵前撤退, 则形势将改到余敌有力, 西川, 长津两处的保守, 也将发生困难。 第二个是, 敌人飞机杀伤我之人员, 妨碍我之活动究竟有多大? 如果我能利用夜间行军作战, 做到很熟练的程度, 敌人虽有大量飞机, 仍不能给我太大的杀伤和妨碍, 则我军可以继续进行野战, 击打许多孤立据点。 即使说, 除平壤, 圆山, 汉城, 大丘, 釜山等大城市, 及其附近地区, 我无飞机无法进攻外, 其余地方的敌人都可能被我个个歼灭, 即使美国再增几个师来, 我也可个个歼灭之。 如此, 便有迫使美国和我进行外交谈判之可能, 或者带我飞机大炮的条件具备之后, 把这些大城市逐一打开。 如果敌人飞机对我的伤亡和妨碍, 大的是我无法进行有利的作战, 则在我飞机条件尚未具备的半年至一年内, 我军将处于很困难的地位。 第三, 如果美国再调五个至十个师来朝鲜, 而在这以前, 我军又未能在运动战中几打孤立据典的作战中, 歼灭几个美国师及几个伪军师, 则形势也将与我不利, 如果相反, 则与我有利。 以上这几点, 均可于此次战役吉尔后几个月内获得经验和证明。 我认为, 我们应当力争此次战役的完满胜利, 力争在敌机炸扰下, 仍能保持旺盛的士气进行有利的作战, 力争在敌人从美国或他处增掉兵力, 到朝鲜以前多歼灭几部分敌人的兵力, 使其增补赶不上损失。 总之, 我们应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 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 毛泽东10月23日10月23日傍晚, 毛泽东致电邓华等人, 他在电文中写道, 邓洪寒并告棚, 敌尽甚急, 捕捉战机最关紧要。 两三天内敌可能发觉是我军而有所处置, 此时, 如我尚无统一全军动作的处置, 即将丧失战机。 因此, 你们应迅速乘车至鹏处, 与鹏会合, 在彭领导下决定战役计划, 并指挥作战。 何日动身, 何时可到, 望即告。 毛泽东10月23日17时10月23日这一天, 毛岸英和彭德怀办公室的其他成员, 随第13兵团司令部一起入朝。 原中国人民志愿军组织部部长仁荣后来回忆说, 出发前, 上级对他说, 有位俄文翻译搭乘你的车。 一上车, 仁荣就觉得这位俄文翻译有点面熟, 但又想不起在哪里见过。 两人一问一答交谈了好久, 翻译告诉他, 自己新婚不久, 父亲支持他来朝鲜。 仁荣说, 当时只是对这位知书达理的俄文翻译颇有好感, 同时又觉得他父亲思想很进步, 至于他父亲是谁, 既没问, 也没想到要问。 直到后来, 他才知道这位俄文翻译竟是毛岸英。 10月24日晨, 已经会见了今日成的彭德怀和朴一语帅指挥人员转移到大渔洞。 那里空无一人, 山谷中有朝鲜金矿工人挖的一个废弃矿洞, 大概有两三公里深, 司令部的各个部门都在里头安家, 也就是用破木板子把它间隔起来。 在矿洞口外的山坡上有几处简陋平房, 其中一处是较为宽大的铁皮顶木板工具棚, 是金矿工人放工具的地方, 里头有用木头板子搭建的大桌子。 彭德怀在黑暗的矿洞里办公很不适应, 他说, 太门太潮了。 他看上了那个工具棚, 他说, 我不怕飞机, 我到山上住。 他的倔脾气也是出了名的, 于是, 那个工具棚就成了彭德怀的办公室和宿舍。 这天下午, 第13兵团司令部也按照毛泽东的电令, 赶到大渔洞, 与志愿军司令部会合。 毛岸英便来到彭德怀的办公室工作。 是日晚, 彭德怀在他那大木板棚办公室内, 召集第13兵团邓华等人开会。 他说, 好了, 形势很严峻, 大家不用多说了, 下面我来宣布一下, 志愿军领导的分工。 战争时期, 军情紧急, 我没有和你们商量就定了。 分工是这样的, 邓华任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委, 分管干部和政治工作。 洪学志任第二副司令员, 分管司令部工作, 特种兵和后勤工作。 韩先处任第三副司令员, 不具体分工, 到部队去督促检查作战问题。 谢芳任志愿军参谋长, 杜平任志愿军政治部主任, 参与领导和直接参加谈判。 志愿军党委由彭德怀任书记, 邓华任副书记, 洪学志, 韩先处, 谢芳, 杜平任常委。 为了便于工作, 便于和朝鲜人民军协调, 我们志愿军的领导中, 要有一位朝鲜同志。 我同今日成同志商量, 确定为嫖一语同志。 他的职务是副司令兼副政委, 同时还担任我们党委的副书记。 此时, 毛爱因的一切背景, 只有彭德怀、 邓华、 洪学志等几个人知道, 其他的人只知道, 他是彭德怀身边的, 一位姓董的俄文翻译。 按照彭德怀的指示, 毛爱因只在他的身边和办公室里, 协助秘书和参谋们, 做一些机要工作, 既没有配备枪, 也没有茶烧任务。 白天, 毛爱因和其他工作人员, 都在彭德怀的办公室里工作。 晚上, 彭德怀在办公室的行军床上休息, 毛爱因和办公室副主任兼彭德怀的军事秘书杨凤安, 就在用稻草搭的地铺上睡觉。 后来不到一周, 他们身上长满了狮子。 毛爱因和其他工作人员, 每天吃的都是后勤上配起的粗糕亮米, 连青菜都没有。 彭德怀对他很关心, 多次提出让毛爱因和他一起吃饭, 毛爱因都谢绝了。 10月24日这一天, 昌都战役历时18天胜利结束, 此役经过大小战斗21次, 歼灭昌都藏军总部, 及3、 7、 8、 10共5个代本的全部, 和2、 4、 6共3个代本的大部, 争取藏军第九代本起义, 避、 伤、 伏藏军, 包括投降、 起义者, 共6100余人, 占藏军总数的三分之一。 其中, 伏代本以上文武官员18名, 英、 印特务福特等4名, 缴获山炮三门, 重机枪9艇, 京机枪48艇, 各种冲冬枪, 步枪3000余支, 及其他军用物资。 昌都战役的胜利, 解放了昌都广大地区, 打开了禁军西藏的咽喉要道, 促使西藏集团迅速分化, 粉碎了帝国主义, 及西藏上层反动分子, 企图以军事力量, 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的梦幻。 10月25日凌晨, 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 赋电给彭德怀, 批准了他对志愿军司令部的人事安排。 10月25日上午, 南朝鲜军一个加强营, 由仅距大鱼洞十几公里的温景, 向北镇进犯, 被志愿军第40军一个团, 以拦头、结尾、斩妖战术, 将其大步歼灭, 打响了志愿军入朝作战的第一枪, 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 也就在这一天, 志愿军发起了第一次战役, 东线以两个师前置敌人, 西线集中16个师的优势兵力, 准备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当美国人从伪军方面得知 中国志愿军入朝的消息时, 马上报告联合国军总部, 迈克阿瑟把报告随手扔到一边, 说道几个乡巴佬,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他命令各部队加速前进, 一定要在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 10月25日下午, 毛泽东闻知任壁石病情恶化, 便召集周恩来及在京的政治局委员, 国家其他领导人, 到任壁石家中去看望他。 原来, 任壁石在莫斯科经过几个月的治疗, 病情有所好转, 就在1950年4月回到了国内, 向中央要求恢复工作。 经过中央研究, 同意他每天只工作4个小时。 但是, 任壁石一工作起来, 就不分白天黑夜。 10月24日夜晚, 他的病情再度恶化。 10月25日晚, 志愿军第66军军长肖心怀, 政治委员王子峰, 奉命率领军部, 及第196师, 第197师, 第198师, 由辽宁安东入朝参战, 隶属志愿军总部。 10月26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 关于在全国进行实施宣传的指示。 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 各分局, 各军区, 各省市委, 美军扩大清朝, 并直接侵略台湾, 严重威胁我国安全, 我国不能置之不理。 为了使全体人民正确地认识当前形势, 确立胜利信心, 消灭孔美心理, 各地应及展开关于目前实施的宣传运动。 宣传中应注意支点如下, 一, 宣传的基本内容有二的一, 我国对美军扩大清朝, 不能置之不理。 二, 我全国人民, 对美帝国主义, 应有一致的认识和立场, 坚决消灭亲美的反动思想, 和孔美的错误心理, 普遍养成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 鄙视, 蔑视的态度。 二, 为了正确认识朝鲜形势对中国的关系, 应说明, 一, 从中国方面说, 中朝纯齿相依, 美国清朝与清华是分不开的。 一, 美在发动清朝的同时, 公开侵略台湾, 并连续轰炸, 扫射我东北边境。 二, 美国不顾我国警告和苏联建议, 骇然越过三八线, 而直屈中朝边境。 三, 从北朝鲜缴获文件及其他方面证明, 美国却有侵占朝鲜后, 进一步侵占我国东北的阴谋计划。 四, 美国此种计划, 与以前日本对华侵略历史如出一辙, 日本是第一步侵略朝鲜, 台湾, 第二步侵略东北, 第三步侵略全中国。 由于这一切, 为了我国的安全, 不能对美军清朝置之不理。 二, 从朝鲜方面说, 朝鲜人民军在强大美军登陆人川后的退却是必然的和必要的, 但朝鲜人民反对美国的斗争仍然在继续着, 经过持久的正确的努力仍将转入反攻。 在此种形势下, 我国的支援对朝鲜人民的继续斗争有重大意义, 而朝鲜人民的继续斗争对我国安全亦有重大意义。 三, 美国如果竟敢在此时爆发世界战争, 则其失败将更彻底, 因为现在美国的军事准备尚未完成, 而和平阵营势力则大于美英势力。 我们要和平, 不要战争, 但不能听任美国侵入中朝边界而置之不离。 三, 为了正确地认识美国, 应说明一, 美国是中国的敌人。 就目前说, 一, 美国公然侵略我国的台湾省。 二, 美国公然轰炸, 扫射我东北同胞。 三, 美国不顾我国警告, 公然扩大侵略朝鲜, 向中朝边境进攻。 四, 美国公然继续援助蒋介石匪帮。 五, 美国不让我国参加联合国和安理会, 及盟国对日委员会等。 六, 美国扶植并武装日本反动派, 积极准备对日单独购合。 七, 美国领导帝国主义各国, 在外交上与军事上, 共同压迫和包围我国。 八, 美国在我国内部进行各种特务破坏活动。 就历史说, 美国亦一贯侵略我国, 例如, 一, 1844年, 与满清定力旺下条约, 首创制外法权与利益均粘条款, 其后又陆续定立许多不平等条约。 这证明, 美国早已对中国从事政治侵略。 二, 1862年帮助满清镇压太平天国, 1872年进攻朝鲜, 当时为中国藩属, 1873年进攻台湾, 1900年参加八国联军进攻中国。 这证明, 美国早已对中国从事武装侵略。 三, 1917年南西石井协定承认日本在华特权, 1918年巴黎和会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特权, 五四运动即由此而起。 四, 1925年武萨惨案, 于1927年下官惨案中参加屠杀中国人民。 五, 在蒋介石叛变后的十年内战期间, 积极援助蒋介石屠杀压迫中国人民, 并控制中国政治经济。 六, 在日本侵华期间, 大量供给日本以军事物资。 七, 日本投降后积极侵略中国, 订立中美商约, 企图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 八, 日本投降后积极援助蒋介石, 发动进攻人民的反革命大内战, 杀死了数百万中国人。 二, 美国是全世界的敌人。 一, 美国是和平的敌人, 和国际侵略战争的大本营。 美国的大资本家以发杀人才为职业, 其侵略给予五大洲, 积极准备和鼓吹世界第三次大战, 压迫和平运动, 拒绝禁止原子武器。 二, 美国是民主的敌人, 和法西斯反动的大本营。 美国国内已成法西斯恐怖世界, 特务横行, 除大资本家及其走狗外, 美国人民没有言论, 出版, 集会, 劫涉自由。 在一切为美国所控制的殖民地, 美国均竭力扶植蒋介石李承婉一类血腥独裁者。 在一切为美国所操纵的资本主义国家, 美国均竭力促使其政治法西斯化。 三, 美国是文化的敌人, 和人类精神堕落的大本营。 美国统治者迫使科学、 艺术、 宗教为帝国主义侵略服务, 科学不用于建设, 而用于战争, 艺术不提倡进步, 而提倡堕落, 宗教不参加和平活动, 而参加间谍活动。 美国统治阶级, 以威胁利诱摧残人民的道德观念, 美国侵略者, 在朝鲜等地的野蛮与希特勒, 东条应激无异。 三, 美国是只老虎。 美国虽竭尽全力, 对年轻的小国朝鲜, 取得暂时胜利, 但这也只等于蒋介石占领延安, 最后仍然要失败, 仍然是只老虎。 美国不但在政治上是孤立的, 在军事上, 亦有严重弱点一, 战线太长, 腹背受敌, 战线由西欧至东亚, 超过希特勒与日本。 二, 后方太远, 必须横渡大西洋太平洋, 不如希特勒与日本。 三, 士气不高, 实战经验不多, 战斗力弱。 四, 同盟者不强, 西德日本尚未武装起来, 英法义等国县, 已非军事强国。 五, 在此种形势下, 美国资源的优势, 不能不受到限制和抵消, 且在西欧失败后, 即将丧失此种优势。 六, 原子武器, 已非美国独有, 且不能决定战争胜负。 国土愈广, 人口愈不集中, 原子武器的作用愈小。 四, 宣传的方法, 以各机关、 团体、 学校、 工厂和部队内部讨论为主。 讨论开始前, 应由负责同志召集党内外干部会议作有系统的报告, 然后由干部分别在所属部门内作报告, 然后举行讨论。 对于有代表性的党外人士和民族资产阶级中的爱国分子, 应在事先与他们谈通, 使他们在社会舆论上起积极作用。 在讨论中大体可由朝鲜问题入手, 然后转入反对亲美恐美问题。 应鼓励个人自由争辩检讨, 以求尽量在思想上彻底解决, 使人人对援朝表示积极有信心, 不怕困难。 对美帝国主义表示不共戴天, 使亲美恐美情绪与抗日运动中的亲日恐日情绪同样不能容身。 为帮助讨论的进行, 各机关、团体、学校、工厂、部队均应多出大幅强暴, 多做专题讲演, 多致有关书报, 并可利用适当的实际问题, 例如反对奸商投机、 奸人造谣、 特务活动等, 组织街头宣传, 激发起自愿地向人民解放军和朝鲜人民写信, 表示敬意和决心等。 在农村中, 则应结合当前工作, 例如加强地方武装、 镇压反革命活动等, 来进行简要通俗的宣传。 各地文艺界和出版界, 应大量生产各种艺术作品和小册子, 以应宣传的需要。 五, 在一切宣传中军, 应注意保守国家机密, 并应注意防止特务分子, 故意提出激烈口号, 造成群众的惊慌和我们的被动。 一切负责人不要谈到援助朝鲜的具体方法问题, 在被询问时可说, 我们相信中央人民政府必能决定正确的对策。 我们虽不知道中央决策的内容, 但人民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 在中央未有新的指示前, 在报纸上, 应多发表反对美国扩大战争侵略朝鲜、 台湾, 反对亲美恐美, 以及加强国防和治安的评论、 消息和信件, 对元朝则限于发表同情, 鼓励朝鲜人民坚持斗争, 相信必获最后胜利的文字。 6.本舰应在干部和宣传工作人员中迅速详细传达, 各地群众讨论中的重要情况, 广告。 中央10月26日晚, 志愿军第50军军长曾泽生, 政治委员徐文烈, 奉命率军部, 及第148师、 第149师、 第150师, 由吉林吉安和辽宁安东两地入朝参战, 隶属志愿军总部。 10月27日凌晨, 毛泽东在对北京市第二届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的建议中央考虑, 在天安门前建立毛泽东大同像的决议案中批示道不要这样做。 10月27日, 人毕时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逐渐陷入了昏迷状态。 原来在早晨起床时, 他突然啊了一声, 就不能说话了。 北京医学界的名流傅连章, 金茂月, 力博卫女, 还有协和医院的著名教授张小千, 刘士豪, 北京医院的心血管专家吴杰主任, 立即为人毕时会诊, 诊断结果是脑依血, 而且除血量很大。 卫生部副部长苏景观带着针灸学专家朱连赶来了, 他们提出对病人进行针刺急救, 征询家属意见。 任毕时的夫人陈从英用茫然的目光看了看昏睡的亲人, 说死马就当活马医吧。 朱连马上将银针刺入了任毕时的人中, 刚一起针, 任毕时面部骨胀的血管立即陷落了下去, 潮红的面部色泽瞬间变成了苍白, 心脏停止了跳动, 实在中午12点36分。 任毕时与世长辞了, 年仅46岁。 10月27日下午, 毛泽东约见周世昭、王继范二人, 告诉他们志愿军已经出国了。 周世昭听到这个消息, 不无忧虑地说, 国民党反动统治被推翻, 全国得到解放, 这是建设新国家的大好机会。 全国人民都希望和平建设, 志愿军出兵援朝, 是不是会影响和平建设呢? 毛泽东解释说, 不错, 我们急需和平建设, 如果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 可以写出百条千条, 但这百条千条的理由, 不能笛住六个大字, 就是不能置之不理。 现在美帝的矛头, 置之我国的东北, 假如他真的把朝鲜搞垮了, 纵不过鸭鲁江, 我们的东北, 也时常在他的威胁中过日子, 要进行和平建设, 也会有困难。 所以, 我们对朝鲜问题置之不理, 美帝必然得寸进尺, 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 甚至比日本搞得还凶, 他要把三把尖刀插在中国的身上, 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国的头上, 从台湾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腰上, 从越南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脚上, 天下有变, 他就从三个方面向我们进攻, 那我们就被动了。 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他的如意算盘得逞, 打得一拳开, 免得百拳来。 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 毛泽东还说, 你们都知道, 我是不打无把握之仗的。 这次派志愿军出国, 虽然是有人不同意的, 他们认为没有必胜的把握。 但我和中央一些同志经过周详的考虑研究, 制定了持久战的战略, 胜利是有把握的。 我们估计, 美帝的军队有一长三短。 他的钢铁多, 飞机大炮多, 是他唯一的优势。 但他在世界上的军事基地多, 到处树敌, 到处设防, 兵源不足, 是一短, 远隔重阳, 是他的第二短。 为侵略而战, 师储无名, 士气十分低落, 是他的致命伤。 虽有一长, 不能敌这三短。 我们要进行持久战, 一步一步消灭他的有生力量, 使他每天都有伤亡。 他一天不撤退, 我们就打他一天, 一年不撤退, 就打他一年, 十年不撤退, 就打他十年。 这样一来, 他就伤亡多, 受不了, 到那时, 他就只好心甘情愿地进行和平解决。 只要他愿意和平解决, 我们就可以结束战争, 我们原来是要和平的。 10月28日, 毛泽东来到任毕石家中, 仔细端向着任毕石的遗容, 直至将遗体入恋。 他强忍着泪水, 劝为任毕石的夫人陈从英, 要注意身体, 把孩子们好好养大, 让他们好好学习, 长大了继承父亲的遗志。 后来, 毛泽东又扶着任毕石的灵鹫, 久久不放, 前往劳动人民文化宫, 举行攻击大会。 会场上高悬着毛泽东的提词, 任毕石同志的革命精神, 永垂不朽。 1950年11月1日下午16时40分, 志愿军第39军用82毫米苏制卡丘沙, 火箭炮, 向围歼的目标云山城外围的南朝鲜军第一师阵地, 进行猛烈攻击, 发起云山战斗, 译称云山战役。 紧跟在炮火之后, 志愿军步兵开始向云山发起冲击, 在突破了南朝鲜第一师的防线后, 没想到竟与正在和南朝鲜第一师换防的美军骑兵第一师第八团交上了手。 这是中美之间在朝鲜战场上的第一次较量。 第39军, 348团二营在一座公路桥上与美国士兵进行了白任战。 第39军116师346团冲入城内, 云山城的美军开始向南逃跑, 但他们的后路已经被截断了, 第39军115师345团强占了一个叫朱仁桥的公路路口。 11月2日浮晓, 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命令其部队在飞机、 大炮和坦克的掩护下全线撤退。 在第39军围攻云山的时候, 第40军向宁边发起攻击, 击溃了向云山增援的南朝鲜第八师的两个团, 并与从泰川撤退下来的美军第24师展开激战, 首次缴获了美军的无后缩力炮和火箭筒。 云山战斗共歼灭美军骑兵第一师第八团大部, 南朝鲜军第一师第十二团一部, 歼敌2046名, 其中美军1840名, 缴获飞机四架, 击落敌机一架, 机毁和缴获坦克28辆, 缴获汽车116辆, 各种炮190门, 及大量的枪支弹药。 11月2日傍晚, 毛泽东致电志愿军总部彭德怀、 邓华并告高岗, 他写道, 彭邓并告高一, 宋陶及九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宋时轮, 副司令员陶勇, 笔者柱, 先头27军主力, 两个师及军部, 照你们意见开集安, 其一个师, 则依高岗同志建议, 训开朔州, 从正面对付大安洞之敌, 保障后方交通线, 四任务完成后, 再开集安归队。 二, 请注意使用38军, 全军控制安州, 军于里, 球场区域, 构筑强固攻势, 致重点于军于里, 确实戒断青川江南北敌制联系, 歼灭每20北原兵力, 即尾六、七、八师余部, 并尽可能向南伸出, 直到平壤附近。 只要此者成功, 即是战略上的胜利, 一百二十五师, 则控制德川据点, 即顺川, 圆山间铁路线。 我三十九军, 四十军, 六十六军, 及五十军主力, 则担任逐步的各个地, 歼灭青川江以北, 以西之敌尾一师, 美齐一师, 美二十四师, 英二十七旅等部, 能于半个月内达成任务, 即是很好的。 以上请按情着定, 毛泽东11月2日19时不久, 毛泽东又致点彭德怀, 邓华并告高岗, 他写道, 彭邓并告高, 一, 各殿军西甚位, 全局关键在于, 我三十八军, 全军以猛速动作, 攻占军鱼礼, 驾川, 安州, 西安州一带, 隔断南北敌人联系, 并坚决歼灭北进的美军第二师, 此事第一几要事, 其余都是第二位。 二, 尾八师全部级尾六师之十九团, 都在青川江北岸之胡沙洞, 凤武洞等处, 只有尾七师在青川江以南之军鱼礼, 松廷, 驾川等处。 毛泽东十一月二日, 二十二十十一月四日,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革, 中国民盟等民主党派, 团体和民主人士, 发表抗美援朝联合宣言, 全文如下,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 侵略朝鲜的行动, 正在严重地威胁着中国的安全。 全中国人民早已集中注视, 美国侵略者在朝鲜的行动, 以及在中国领土, 领空领海上的行动。 帝国主义者的侵略野心, 是无止境的。 美帝国主义者在今年六月二十五日, 发动侵朝战争。 他们的阴谋, 绝对不止于摧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他们要并吞朝鲜, 他们要侵略中国, 他们要统治亚洲, 他们要征服全世界。 四个月来的事实, 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在美国指使朝鲜傀儡李承晚, 发动向朝鲜人民的进攻以后, 美国总统杜鲁门随即命令美国海空军到朝鲜进行战争。 他同时命令美国第七舰队侵入我国台湾领海, 武力干涉我国解放台湾。 他同时命令增强对越南、菲律宾等地的侵略。 这些事实, 证明了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的目的, 是要侵略中国, 侵略整个亚洲。 从美帝国主义者在六月发动侵朝战争以后, 其侵朝空军曾多次侵入我国东北的领空, 屠杀我国的人民, 炸毁我国的财产。 其侵朝海军竟在攻海之内, 套击我国的商船, 破坏我国的航权。 到了最近, 美帝国主义者的争鸣面目更加暴露出来了。 美帝国主义者及其帮凶们的武力侵占汉城以后, 一意孤行, 不顾我国的警告, 越过朝鲜三八线, 并以大量陆军向鸭鲁江, 屠门江汹涌逼近, 直接威胁我国东北国境。 今天的情势已经十分明显了。 美帝国主义者正习用着当年日寇先侵略朝鲜, 随后侵略中国的估计。 谁都知道, 朝鲜是一个较小的国家, 但其战略地位则极重要。 美帝国主义者侵略朝鲜的目的, 主要的不是为了朝鲜本身, 而是为了要侵略中国, 如像日本帝国主义者过去所做过的那样。 历史的事实早已告诉我们, 朝鲜的存亡与中国的安危是密切关联的。 存亡则齿寒, 互破则堂危。 中国人民支援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 不只是道义上的责任, 而且和我国全体人民的切身利害, 密切地关联着, 是为自卫的必要性所决定的。 救灵即是自救, 保卫祖国必须支援朝鲜人民。 全国人民现以广泛的热烈的要求, 用支援的行动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 这种要求是完全合理的, 完全合乎正义的。 诚如周恩来总理所说, 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败国的侵略, 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四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这两句话是代表中国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说的, 它反映了人民的意志, 体现了人民的要求。 中国全体人民团结一致, 保卫家乡, 保卫祖国, 保卫和平的坚强意志, 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摧毁的。 中国人民是酷爱和平的。 我们以前一向要和平, 我们今后永远要和平。 我们要中国的和平, 我们要亚洲的和平, 我们要全世界全人类的持久和平。 我们主张朝鲜问题应当以和平方式来解决, 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军应当从朝鲜撤回去。 然而, 美帝国主义者及其帮凶们不但不愿意撤退侵略军, 停止侵略战争, 予以和平方式解决朝鲜问题, 反而向三八信以北, 向中国的边境鸭绿江, 屠门江, 疯狂地发展这种侵略战争, 这样就迫使我们认识了这样一个事实。 那就是, 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民, 如果想要得到和平, 就必须用积极行动来抵抗暴行, 制止侵略。 只有抵抗, 才有可能使帝国主义者获得教训, 才有可能按照人民的意志, 公正地解决朝鲜及其他地区的独立和解放的问题。 正义是在我们方面, 是在中国、朝鲜、越南、菲律宾的人民方面, 是在全亚洲的人民方面, 是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方面。 帝国主义侵略者是违反正义的, 是丧失同情的, 是自限于孤立的。 侵略者必定要走向最后失败, 而最后胜利必归于正义的人民。 中国各民主党派是以权力拥护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 拥护全国人民在志愿基础上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中国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 中国人民政协无党派民主人士、 中国民主促进会、 中国农工民主党、 中国志工党九三学社、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11月4日, 志愿军在追击中, 歼灭英军一个流炮营和美军一个加强连。 但仅靠两条腿跑路的志愿军, 毕竟追不上机动能力很强的机械化部队。 11月4日下午3时, 彭德怀致电毛泽东提出修整部队, 结束第一次战役,准备再战。 黄昏时分, 敌军主力已全部撤退到青川江以南。 11月4日夜, 毛泽东致电彭德怀、 邓华并告高岗。 他写道, 彭邓并告高一, 据为总长4日14时50分岭二军团称, 为适时的夺回德川、西川, 望第二军团担负此次攻击作战, 并限5日12时前提交新作战计划, 及攻击时间等于。 敌于收集各部略加整理后, 又向我军举行反攻之可能, 请令我军各部注意, 与其反攻时各个歼灭之, 尤其注意德川方面。 2、目前敌各部甚混乱。 每二师出动两个团, 一再顺川以北, 一再顺川布防, 平壤空虚。 每25师有一个野炮营在西安州, 其掩护作用。 请令我38军彻底击溃当面之敌, 使其组织不成新防线。 毛泽东11月4日22时11月5日凌晨一时, 毛泽东副电彭德怀, 他在电文中写道, 彭并高高111月4日15时电锡, 同意你的部署, 请你按当面情况卓梁决定。 2、德川方面甚为重要, 我军必须争取在圆山, 顺川铁路线以北区域创造一个战场, 在该区域消耗敌人的兵力, 把问题摆在圆山, 平壤线的正面, 而以德川、球场、宁边以北、 以西区域为后方, 对长期作战方为有利。 目前是否能办到这一点, 请依情况着定。 毛泽东11月5日一时不久, 毛泽东又致电彭德怀、 邓华并告高岗, 他在电文中写道, 彭邓并告高1, 我38军对当前之敌尾70部队, 四上有机会歼灭其一二个团, 请令该军尽可能争取之。 2、敌有可能成我疲劳组, 反攻一点疫情注意, 并各部都要松懈。 毛泽东11月5日上午三时, 在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中, 志愿军经过13个昼夜的连续行军作战, 歼敌15800余人, 赢得了出战胜利, 把进犯之敌从鸦戮江边打退到青川江以南。 11月5日夜, 毛泽东致电彭德怀、 邓华, 并告宋施伦、 陶勇及高岗。 他写道, 彭邓并告宋陶及高1, 各殿军西, 部署甚好。 2、 江界, 长津方面应确定由宋兵团全力担任, 以右敌深入寻击, 各个兼敌为方针。 而后, 该兵团既有拟处直接指挥, 我们不遥控。 九兵团之一各军, 应值开疆界并速去长津。 毛泽东11月5日, 22时11月7日, 毛泽东重读柳亚子坐于十月间的《幻西沙》一词。 原来在1950年10月4日, 五日晚, 柳亚子在中南海淮人堂两次观看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演出的歌舞剧《和平歌》。 他为演员们精湛的记忆和优美的舞姿所感动, 填写了《幻西沙》一词, 并抄送毛泽东, 表达了热爱和平, 增悟侵略的强烈愿望。 柳亚子在此前坐有《小旭云》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演出《和平歌舞剧》, 欧阳于倩编剧。 带爱莲女士导演, 监视主角。 四夕至五夕, 连续在《淮仁堂奏》奏记, 再呈短调, 欣赏赞美之不济意。 白歌连篇奋舞前, 工农大众力无边, 推翻原子更金元, 战犯集团愁美帝, 和平堡垒庸苏联, 天安门上万红颜。 毛泽东重读《幻西沙》, 身为柳亚子的爱国热情和正义精神所感动, 恰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第一次战役胜利的捷报传来, 便挥笔写下了《幻西沙》, 和柳亚子先生严处其王革命前, 多年矛盾阔无边, 而今一扫即心圆。 遵喜诗人高唱志, 正和前线结阴莲, 尿香山上占其言。 后来, 柳亚子从1951年2月起患脑动脉樱化症, 神经衰弱, 后又得急性盲肠炎。 他由此长期医治, 不能逝世。 1958年6月25日, 柳亚子病逝于北京医院, 中年72岁。 在柳亚子追悼会上, 毛泽东赠送了花圈。 此乃后事。 11月7日, 金日成与苏联驻朝鲜大使拉索瓦耶夫 到志愿军总部大鱼洞与彭德怀会面, 毛爱英第一次担任俄文翻译。 彭德怀介绍了志愿军第一次战役的情况 以及发动第二次战役的计划。 毛爱英用流利的俄语向苏联大使做了翻译。 大使对毛爱英的翻译很满意, 称赞毛爱英说你是一个优秀的俄语翻译。 会谈结束后, 大家提议让毛爱英将会谈内容整理后交给毛泽东。 毛爱英马上在办公室的蜡烛下整理会谈记录。 从11月7日开始, 原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宋诗伦, 副司令员陶永奉命率第二十军, 第二十七军, 第二十六军, 共十五万人, 分批秘密入朝。 是日晚, 第二十军军长兼政委张义祥, 率第五十八师, 第五十九师, 第六十师, 及第八十九师, 由吉林吉安入朝参战。 此后, 第二十七军军长彭德卿, 政治委员刘浩天, 率第七十九师, 第八十师, 第八十一师, 及第九十四师, 于十一月十二日由吉林吉安入朝参战。 第二十六军军长张仁初, 政治委员李耀文, 率第七十六师, 第七十七师, 第七十八师, 及第八十八师, 于十一月十九日, 由吉林吉安入朝参战。 预知志愿军如何再接再厉, 朝鲜战局如何发展。 请看下一张内容。 东方翁曰, 细细品位毛泽东10月2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的, 《关于在全国进行时》是宣传的指示一文, 不禁使笔者想起了他在《论持久战》中已用的凡事与择利, 不遇则废谷语。 这句话出自于李济、中庸, 意思是说, 做任何事情, 有准备就可以成功, 没有准备就要失败。 在《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中, 毛泽东首先提出, 美军扩大新潮, 并直接侵略台湾, 严重威胁我国安全, 我国不能置之不理。 为了使全体人民正确地认识当前形势, 确立胜利信心, 消灭孔美心理, 各地应急展开关于目前时事的宣传运动。 接着, 他从宣传的基本内容, 到正确认识朝鲜形势对中国的关系, 从正确地认识美国到宣传的方法, 一一调分履息, 要求宣传工作要做到, 坚决消灭亲美的反动思想, 和恐美的错误心理, 普遍养成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 鄙视、蔑视的态度。 使人人都知道美国是中国的敌人, 美国是全世界的敌人, 美国是只老虎, 使人人对援朝表示积极有信心, 不怕困难。 对美帝国主义表示不共戴天, 使亲美恐美情绪, 与抗日运动中的亲日恐日情绪, 同样不能容身。 这便是对抗美援朝战争的欲, 因此, 利也就在其中了。 纵观毛泽东一生, 他最大的法宝, 就是人民战争。 人民战争理论, 使他无往而不胜。 抗美援朝, 不仅仅是派兵入朝作战, 更重要的, 要使中国社会各界人人, 都觉得抗美有责, 个个都是为援朝做事。 这样, 一场前线将士义无反顾, 舍身忘死, 后方各界勇于之前, 争先恐后的人民战争, 就发动起来了。 志愿军在第一次战役中, 出战胜利, 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大大的鼓舞了全国人民。 至于抗美, 到底要抗到什么程度? 毛泽东在10月27日, 同周世昭, 王继范谈话时, 就明确地说过, 一步一步消灭他的有生力量, 使他每天都有伤亡, 他一天不撤退, 我们就打他一天, 伤亡多, 受不了, 到那时, 他就只好心甘情愿地, 进行和平解决。 只要他愿意和平解决, 我们就可以结束战争, 我们原来是要和平的。 那么, 无往而不胜的战神, 如何才能让美军撤退, 并心甘情愿地进行和平解决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